老師,水缸裡面有什麼生物? 我們水缸裡面最主要的是由最基本的生產者就是植物為主 那當初的設計原先是希望說盡量多使用原生的那個植物 那因為取得的關係,我們現在還是以暫時先外來種為主 那慢慢的會把它過渡到原生的一些植物 像這個是海芙蓉,像這個是萬年青 另外這個是異葉水縮葉,它有水上葉跟水下葉 另外這個水裡面還有很多,除了這個植物之外呢 它還有很多魚類,甚至還有一些蝌蚪啊 那像我們這邊有一些特殊的拉杜西斯蛙 它會在這邊產卵,所以這裡面有一些拉杜西斯蛙的蝌蚪在裡面 那如果比較潮濕的時候,甚至是上面呢 還可以看到那個拉杜西斯蛙躲在這裡,保護它的那個 守護它的那個小寶寶長大